字幕蔣麒麟 欢迎来到雅酌艺术的古董长笛读书会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还是请到了 三位来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跟大家介绍一下长笛的相关知识 从我的左边开始 第一位请到的是蔡嘉芬教授 大家好 然後我的右邊第一位是 古董長儀的收藏家 許炯章先生 大家好 然後再來是最右邊的這一位 是我們非常知名的 尤瑞琳教授 尤瑞琳教授 我看到他我就很害怕 因為日課的意義 是是是 我是潘忠賢 那我們今天主要討論的題目 是從古董長儀的吹口開始 一直我們講到現代的這個吹口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場有非常非常多的樂器 從這邊開始 你們看到這個是從幾個劍 一個劍 單劍 然後五劍 然後一直到貝姆士的 貝姆士的法國的、德國的、英國的 然後這邊是現代的、日本的 然後還有看到這邊非常多完全不同的吹口 那我們首先先請那個許先生先來介紹一下 OK 好 我們今天大概會從1T開始 然後介紹 就是1T到八件事了 然後再來到貝姆發展以後 因為從貝姆發展以後 我們吹口的形勢做蠻大的改變 然後會談到從法國式、德國式、英國式 來介紹他們不同 那我首先邀請我們三位非常資深的老師 講一下說 平常在吹口上有沒有發現吹口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要改變 或者說你在吹不同的吹口有沒有不同的音色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還是從左手邊先來 左手邊 左手邊先來 好 我發現就是那個孔有時候會比較圓或是比較方 我自己買的笛子是有這樣的差異 主要是現代金屬長笛是有這個不一樣 然後因為你的切腳不太一樣的時候 它的確你施力的方式 還有氣流、氣速的控制就會完全不一樣 是 對 然後聲音音色不一樣 那除了就是說我們看到它的那個形狀之外 現在在外面也會加一些花 也就是說多一些翅膀啦 或者是說你會有高低起伏 其實有點像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它都會有它的功能跟目的性這樣子 會展現不同的個性 我自己吹的時候我會選購的時候 我會比較喜歡是稍微橢圓一點 就不要太方的 因為我的印象當然這個可能不見得是那麼的正確 但我的感覺是我覺得橢圓一點的聲音聽起來比較 不見得那麼大聲可是聲音會比較溫暖一點 然後另外一個我自己比較注意的地方 是在純墊上面 因為純墊 現在很多的設計好像純墊會稍微略凹一點點 那我自己會習慣把它墊高一點點 然後讓它好像那個 我嘴唇會一直墊高一點 感覺那個聲音 我會覺得聲音 你怎麼把它墊高 它如果是設計凹的 貼紙就可以了 我一直在找新的方法去貼紙 貼到比較覺得比較 有護墊的感覺 沒有 就是我會先用透氣膠帶 3M嗎 類似 可是我是用日本的 因為我覺得有點刺刺的 就日本的那種類似那種貼皮膚的膠帶 等一下 所以是有一個迷耶 就是你買了一支有凹 不是 不是 因為現在好像都略凹一點點 你仔細看 對 那我其實會覺得那一點點 我墊高 我本來就是 但是我也是先聽說的 那聽說之後 我就去嘗試到底要墊多 我曾經墊得非常厚 真的喔 那就貼貼貼貼要幾次這樣 可是你貼非常厚之後 你就會覺得它聲音有一點鈍鈍的 就變成有一點阻撓它的震動 它一定會影響震動 因為你那個那一片的 如果是它是你講的膠布的話 它一定會跟金屬的震動就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後來我沒有貼它那麼多 就是我去找 然後 我也用樹笛的那個貼皮 感覺想要穿個高跟鞋 然後把它墊到180 那是嗎 這是 對 對 就是對我來講 我比較會考慮這個東西 這樣子 那 尤老師 我 像剛才蔡老師講方的我也用過 就我大學時期那一把 就是 POWER的 我也是POWER的 對它就是方的 然後因為以前我對長笛的構造沒有那麼的 理解 理解 現在比較多一點點而已 然後 那時候就買到是什麼就是什麼 然後就去適應它 然後後來 後來到德國去留學就發現 哇我那個 那個聲音是完全 就是非常響亮的 就是跟我德國聽到的那種很包的 對 然後很凝聚的 然後很 很focus的那種的感覺差很多 然後我就想說 我本來也想要靠自己的方法練 結果發覺真的 沒辦法 能做的有限 對 能做的還是很有限 所以挑選低頭的形狀真的跟你想要的 所以我一回來我就趕快換了一把 看起來比較椭圓一點的 而且也是有雕花 然後 雕花跟墊高有點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對 但是 就是那個聲音的確就更接近一點 比較你想要的感覺 然後後來換到這一把金底 因為這是我私人提供 它也是比較接近前一個吹口的形狀 那 你是說比較方一點嗎 沒有沒有就是現在圓的 圓的 對那差別就是它的材質 所以那個音色跟材質也是有很大的觀點 對 是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看起來顏色好像沒有很多 可是事實上材質比你想像的多 對 對 這個太驚人了 對 非常驚人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是要請徐先生來介紹 一個一個介紹 然後我們進入主題 像剛剛三個老師提到的問題 包括說 圓孔 包括說彎孔 包括說彈孔 包括說墊高的這東西 其實我們從歷史的脈絡上 可以找到這個 這個原有跟它的原有 都有人在嘗試這件事情 是的 甚至有時候是說 當時的被母的發展是因為國家不一樣 國家因為它的文化 跟它語言跟它要的聲音不一樣 作曲家跟當地地的想法不一樣 所以他們取捨 那取捨當然很直接就反映在樂器上面 那樂器要達成這個目的 其實70%在我們垂頭上面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歷史的了解 你可以更了解這樣的一個東西的來由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介紹了 那我們依照網例 我們會從歷史上開始去看這個事情 那從歷史上我們最早看到就是 像在文藝復興之前的那個年代是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們大概會從八週開始去彈琴 那我們在眾所皆知 在背母之前的樂器 我們上次有提到它的結構 大家記得嗎 頭是直的 身體是錐的 錐形的 那在這個年代的話 其實它的長頂的吹頭就比較簡單 它就是一個直管 然後歪一個洞 然後只是說他們在製造的時候 我們在木頭製造上 木頭製造上第一個是講究它的木材的一個保值 跟它的培養這個木頭來做木頭頂 那更早來講 我們在聽說在 那時候小滴井會用 小滴井的材料是來不及 他們甚至會去搜一些古董 像一些古堡的門 然後這些 家具 對 因為時間 他要那個時間 是的 包括你聽說人家去敲門 這個門我喜歡 就買回來做 真的 所以你睡一覺起來 人家門會不見 對吧 你被樂器商偷走了 應該是會用買賣的 比較文明一點 文明 對 文明了 OK 所以他們在木頭上就起來 一般來講 在傳統的木頭底座的話 在更早之前 因為材料的普及 跟他們比較時間等待 所以有時候木材 他們從砍下來 到做一把笛子 或做其他樂器 確實有了 會到二三十年 甚至三五十年 或更久 這個鋼琴我有聽說 是的 其實應該說 在我們標準的一個木器的 木頭的說 樂器的做法 這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為了 讓這個樂器 可以長長久久的流傳下去 第二是穩定度 穩定性 這很重要 然後我們看到這笛子 為什麼說以前笛子比較不會裂 其實他們 甚至說 不是不會裂 而是說裂 他們在 在修補 就抬戴掉 沒有就抬戴掉 他們是非常很捨用料 如果他 我在什麼過程中裂掉了 就把它砍掉 意思是說 你現在看到 可以完好無缺的笛子 表示他一定非常好 已經穩定了 是的 他在選材 就已經被淘汰很多了 大概是七成都淘汰掉了 是 所以說 像這個 這打油器的話 比較特別 他大概是1800左右的樂器 到現在 18 大概兩百多年 對 然後他的木材 穩定到處說 我們可以看 他甚至沒有芽 就是一個 就套上 然後就完全是尺寸 是 一模一樣的 而且他不會收縮 重點就是說 他兩百年 他還是這個緊度不會掉 就代表說這個木頭 他當時取材已經非常穩定了 然後加上說 這個象牙 我們所謂的火牙 就是象牙 對對對 他當時是從那個 大象就是 不是化石 化石就是 我們一般叫死牙 火牙就是真的 大象 鋼 取下 他的好處是說 火牙會跟著木材一起收縮 所以他們可以當時保持 這樣 他是火的 佛性會復興 就會收縮 會跟著他一起下來 了解 不行會跟著他 他們兩個跨了體 那個命就不一樣 但是就是說 他的那個收縮率比較小了 基本上收縮率比較小 那你今天如果說是完全的化石 他大概就不會動 他不會動 好之後有可能就 就不見了 然後他的牙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講究 像我們這個以前的樂器 真的象牙比較多的時候 他們的取材並不是說 這麼大的象牙 他是取下來 然後車下來 同心圓 可是我們現在有可能是 從側面取 然後再去車 就是一直找部位 對 這個我們可以從裡面的那個 紋路看得出來 他是網狀文 是 都是寶 我的天啊 網狀網就是你取下來以後 他是同心圓 所以你取下來就是一個網狀文 天啊 然後你 所以他可以取材的部分 其實是很珍貴的 其實是不錯的 以前像是很奢侈 對 所以剛剛曲大哥在講說 我現在一邊在想說 那這支樂器應該是貴族在用了吧 以前基本上能夠碰到樂器的 都是貴族 都是 或者說貴族養的樂師 這麼講究一定是要有一定的 經濟能力才有辦法 這個很現實的 真的 包括我們現在都一樣 也是啊 包括我們現在都一樣 OK 然後發展1鍵到A鍵的時候 然後就是八鍵師底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在八鍵師底的時候 除了說按鍵的家 這個還是五鍵 五鍵 因為他們有時候到這個年代以後 玩的人多 所以窮的人也比較多 所以做不到八鍵 平民 平民 然後他只做五鍵 因為那個年代其實我們到西偉 所以他們並不常用 到古典時期都很少有沒有 就是到後來古典快到納曼 才講八鍵師 那八鍵師底的時候 基本上他的結構一樣 只是加了按鍵 你多的翻譯可以 但是他們比較講究是在這個地方 這地方 脖子的地方 第一個說他們會講究說 開始講究 材質 材質會做點搭的 你看這裡加了金屬 複合材料 然後這裡加了象牙 然後金屬是什麼金屬 金屬 這裡是銀 香進去的 好漂亮 然後另外一個創舉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 調的地方 他們調 我們目的現在是這樣調的 對 可是這樣調以後 注意看這裡 它的孔徑比較大 所以當你拉調的時候 這裡一個結構 一個段差會比較大 那他們講究說 這裡是不動的 它是調這地方 就是會有一個像水溝流 如果我們是直接調整塊 對 但是它是中間特別做的雙套管 就不會影響裡面管徑的那個 對 對 就是說在氣流上 它這樣子調是不會造成gap 它是響比較多 對 他們是比較講究的 他們對於那個氣流 跟聲音的傳送真的 感覺比現在還要堅持 有比較誘情一點 應該是我們在權衡 對 對 方便或者是 對 至少很亮 我覺得應該是說 當時 因為等於是 我們正在處理這些東西 它可能想很多 我可以怎麼樣做 對 動比較大腦筋 可是現在樂器可能就是 你真的很難動 它就是這樣子 你真的要去改 那可能整個 我這一家廠商 我這一家廠商 這個我要先把你打到不好 這裡我要就牽涉到說 其實我們在現在貝姆尼 比較沒遇到這個狀況 它這樣設置是因為 我們要配合到 這個我們以前講的 這個cork 就是這個軟木塞 其實是可以移動的 這配合就是說在 那個誰 德國那個寫書 你說Nancy Toff 不是 更早的 菲特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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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時候我們記不記得 我們那時候提到說 其實他們一把笛子裡面 中管是可以換的 為了調音 所以它的中節是可以換的 菲特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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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菲特爹俺 菲特爹老師 那菲特爹老師 那菲特爹 當你長度改變的時候 除了這個改變 其實她的 ëfal Sigma 是必須可以調整的 所以這兩個年代 他們甚至這裏 會稀科 菲特爹 Mach 菲特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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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特爹助 carriers 菲特爹老師 菲特爹師 所以它的效果在調應的時候 OK 這裡的GAP就是像這麼薄 就差異性不會像這個 像那麼嚴重 是的 這裡會不會掉 金屬比較小比較薄 然後大家能夠想到 那這個怎麼辦 如果木頭底呢 木頭底 這裡的GAP 可是它是不是金屬的嗎 OK 它的比較特別 如果說我們像這一種的形式的話 這個是雙套管 雙套管 如果是單套管的話 也一樣會有這個GAP的問題 那所以他們當在做的就是做雙套管 雙套管 所以裡面也是一個套管 就是反正盡量讓它的管身是一樣的 裡面是再多一圈 讓它跟下面這個管身是相接 是一樣的 對 它的保持它的直徑是一樣 不會造成你看說一個大的GAP 然後氣流會有沒有產生窩窩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OK 那這裡講完了 我們就進行到 貝姆 因為在 古典時期 拉曼時期的話 大概這裡就已經到一個極限了 然後很多的曲子 然後包括我們大部分的曲子 莫查特曲子 都是在低調跟矩調 對 然後一直到了 拉曼後期才開始 更多的雕琴講進來以後 貝姆發現說 這個好像不太好操作了 所以它就是做了一個貝姆迪 那貝姆迪 我們講比較大的區別說 它在發明貝姆迪以後 開始它對著這場底座的改制了 這時候它就是很明顯的 我們頭 我們剛剛講那個是指管 錐形 然後貝姆迪它感覺是 頭是一個叫拋線的錐頭指管 OK 所以這時候 這樣的一個造成說 我們的音色 在貝姆迪剛發明的時候 有些老派的人 比較不能接受這個聲音 對 那我們不管 我們就歷史來看 我們就開始查說 在貝姆迪以後 我們怎麼長底吹頭的發展 造成它音色的不一樣 OK 那我們眾所皆知 在1847被我們發明以後 它有緊的專利 那專利賣給誰 你們印象 那個英國的那個 他賣了三個人 一個是霸國的Louis Lord Louis Lord 事實上 大家都知道是Louis Lord 事實上不是賣給他 是賣給他的親家 Gaffrey Gaffrey & Gaffrey & 然後他後來就是透過 但是是透過路易道的把它 怎麼推出來 然後德國就是他們自己本身 被我們自己的專利 所以可以自己做 然後再來就賣到英國 英國是賣給Louis Lord 所以就是現場的主要 就是三個國家 對,是韓國家 然後我們說在法國 他們剛接觸的時候 其實法國底在吹頭的 演變上有兩個蠻重要的地方 第一個是說 他們早期 因為我們知道 這種樂器 他們不是說 在做之前都是 就直接做慧母 他們之前是還有做 傳統式的笛子 你像這個就是 法國式的傳統笛子 好,OK 他們的一個傳統就是說 他們以前是比較遠孔 對 對 對 所以在法國當時 做這種慧母的時候 他們做的是比較遠孔 是 但是後來 他們好像從Louis Lord 慢慢的 不曉得是因為市場還是怎麼樣 他們有點改方孔了 從法國那邊就開始在 有點比較偏方孔 有沒有 壓方一點 是 但是基本還是比較偏圓 這樣看得到嗎 這樣可以看得到嗎 這樣 對 它有點偏方了 對 可是這個改 這個圓跟方這件事情 是在法國發生的嗎 對 這個我們講說 在法國上是比較普遍的 他們改 但是他們改還不是那麼的 四方 還是偏圓 偏 橢圓 只是在看一點點 對 想說他的角度是 橢圓的角度 要上去一點點 是是是 然後他們這地方改的話 我在猜想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就像貝努講的 他希望孔開大一點 他可以大聲一點 聲音要大聲一點 那我們相對的 回到法國人講話的習慣 他們比較小聲 所以開大一點 所以一樣的音量可以 扩一點點 扩張一點 就是一點 那第二個 在法國比較特別的是說 他們用了一個叫 叫銀合金的材料 事實上它是銅面的合金 那時候當然是馬歇莫斯的年代 就是說他們除了純銀的樂器外 他們用的比較多是 所謂電鍍銀的一個材料 那個材料就是說 你如果吹莫斯的曲子的時候 你用這種材質去吹 你會覺得很舒服 因為就是它要的聲音 它寫在曲子裡面 因為它自己用的就是這樣的一個 有哪一把是這個代表 就是這一把 這一個 對 它就那個年代 稍微比較方頭 方頭 然後它的材料不是純銀的 它是一個叫銀 有一點銀 銅鑼合金 然後用電鍍的 電鍍銀 電鍍銀 就是銅鑼外表在鍍銀這樣 那這樣聲音會怎麼樣 更純低沉嗎 這個的話 它在高音上會有點明亮 然後聲音上好像外殼包了一層銀 那個感覺 有點像我目前那個PT的那個感覺 杜白金那個感覺 但是白金太亮太適合 它要的是法國那種有點優雅 然後亮亮的聲音 這個我等一下如果 請潘老師可以試一下 這個就在 我們如果在吹Mois的曲子 你可以考慮 有機會的示範中 樂器的一個搭配 我這樣吹腳很舒服 而且是你可以比較 Catch到它那個東西 那包括它的音量的控制 事實上它音量不很大 它很舒服的 柔柔的 有一點木頭 有一點亮亮的聲音 這是屬於法國底的一個特色 所以法國在歷史上看的 這次的比較特色 就是屬於他們的特色 再來我們就講到德國 德國因為貝姆它本身是金屬 他們家是做金匠的 珠寶匠 所以它在法明第一的同時 其實它的材料的選擇 就比當時的歐洲有更多的選擇 更多 所以這個還是跟你的家事 職業家事還是有點關於 而且技術應該也是當時很先進的 對 然後最主要是說我們講第二轉場 它不只是吹 它是斜槓人生的 對 早就完了 影響我們後面所有的長敵人 OK 那它在當時的時候 其實它在嘗試 長敵的時候 它其實在它的書上有寫 它有時候它覺得說 其實銅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材料 要在做笛子方面 那包括說我們現在知道的 銅管樂器 其實都是銅座 然後再做一些像金屬的 烤光烤漆 或者說再墊多銀 就是在當時被母就有考慮 它覺得銀是不錯 可是在它當時那個年代 它說銅有一個缺點 第一個不穩定 第二個表面那時候覺得 它就是會這樣 舊舊的不好看 不彈性 可是它覺得銅如果 銅能夠掌握的話 其實它的震動是非常特別的 所以這也影響到 在後代的德國製作 所以德國底他們 大部分是用像這種銅 有點像是黃銅 這是黃銅 黃銅 所以它這個是整支黃銅 還是外面還是有電銅 它沒有電銅 它就是整支黃銅 純黃銅下去做 所以它會有點霧嗎 還是因為氧化的關係 氧化 如果它差亮的話 會很亮 它如果差亮就像白劍 像銅這樣子嗎 不到銅那麼亮 是它的光澤還是不一樣 會有點像這樣子 像補鏽鋼那種一樣 你現在手上那支補鏽鋼 對 破格 它就是這樣比較特別 第二個是說 比較特別的說 如果在吹頭方面 比較大的改革 就是德國式的大家可以注意到 德國式的這種吹頭 有一個腳 對阿 這個他們其實上 不只在貝母 他們在那個同年代 我們講十五件的比 他們就已經做這種頭了 這是德國的一個專利 它也算是複合是不是 金屬跟木頭 對 這是木頭嗎 這不是木頭 這不是 他們在最早期做這個 還沒 橡膠還沒發明 他們是用木頭 我看過早期是木頭 甚至還有象牙做的 他們最主要是做這個形狀 這個形狀的好處是說 他們在吹氣的時候 可以很自然導引氣 然後再來說 附的材料 它可以吹起來 就是更響亮 聲音更豐富一點 更豐富一點 就是德國人特有的聲音 再來就是說 因為德國人講話 它的氣音比較重 所以這個承載力 需要 所以它需要集中嗎 可以說 它可以承受這樣的大的氣壓 包括貝母 他自己本身在吹 都是比較 因為語言關係 你要能夠多一點成長的一個載體 就這樣去做 所以 我們在歷史上看 你只要是這種 不用花意 這個概念是跟 潘老師剛剛講墊高的概念是一樣嗎 有點像 對 它有點這樣上去 然後氣又把它帶進去 對 事實上它是兩邊做高 對 對 它幫你墊高了 它是兩邊做高 可是我剛剛講是這裡墊高 有一點像後面那一支 黃桶的那個形狀 可是它會不會跟你想要把 因為你可能氣壓也比較大還是什麼 你想要把它集中 其實我想到的是角度的 吹氣的角度 是 對 這個角度 這兩個都是類似的 對 這是同一個拍子嗎 不同的 就是所謂德國風格 德國風格 因為這兩個長實在太像了 然後它會不會來自同一個生產的 這個年代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 因為這兩個年代差了三四十年 這幾年 三四十年 這個是六里年代 這個大三里年代 可是這個不會是同一個製造來源嗎 差三十年我覺得可以排除 還是差就是一個傳承 但算是他們傳承 對 可是的確做法 看起來接近一樣 對 很像 看起來真的非常的俗 所以我說在德國的一個 我們講德國專利 或者德國特色廠 這是一個我們可以關注的目標 你只要看到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屬於德國無物 可以確定是屬於德國的專利 你是說 只要有這樣的吹頭 那個吹起來 對 包括現在的哈密 都還有在做這個東西 真的喔 但是這個比較費工 他們不見得要做 可是在那個年代四 最近好 我記得之前三Q是不是也有 三Q好像有 有一個模仿這樣子 可是我記得三Q好像是 比較是凹進去的 他有凹進去的 但是也有這樣子起來 這個我們 說不客氣後來是蠻多的畫不搭 但是就有不同的名字出現 但是做的 我們看起來還是比較簡單吧 因為你可以看這裡的一個複雜度 對角度其實相當細的 相當細的 對 相當多細節 那我們現在很多大概就是旁邊加個翅膀 或者是 是 是 所以德國 德國除了這個就是說 木頭 他們比較多就是木頭 搭吹頭 搭一個金屬的管身 因為發現 而且他們用很多就是用銅 不電鍍 黃銅 白銅 等等的 然後到 後來大概到 四五年代以後 他們就跟著流行 因為你電鍍以後真的就比較漂亮 比較亮 比較亮一點點 那甚至他們因為 德國那時候 比較先進他們 常是有杜白金的 那時候就有杜白金了 對 還有杜硬弱 弱 硬弱 硬弱 就是有點亮亮的 比較先進現在的一個 一個風格 可是沒有到那麼亮的那種 亮度嗎 應該說不同的亮度 因為不同金屬的色澤是不一樣的 對 這屬於德國的部分 所以德國看得很清楚 就是吹口 吹口那個全面完全不一樣 那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個東西 然後又是木頭 它搭配 你的手已經在這邊 你要不要幫忙吹一下 你的手已經伸出去了 對 我都伸不過去了 吹一下看 我很好奇這個 哪一個 對那個加的聲音 對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